張敬軒的新歌《蔡勒斯的愛》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早前軒仔說要進軍元宇宙 當然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這是一個商業的部署 因為可以有更多的商機 可以在一個虛擬的空間 搞更多的音樂創意 甚至可以演唱會 但是佩服軒仔的地方就是 當你聽過這首歌 你發覺不是膚顯大家 完全不是為了元宇宙作的首歌 而是將一個現實生活中的愛情故事 告訴我們 如果擺在一個科幻的虛擬世界 會是怎樣呢? 很多朋友都問這首歌 其實是說什麼呢? 簡單說一句 在人工智能的世界裏 創造了兩個虛擬人物 根本是不會有愛情的 但是原來愛情這件事 是可以突破時空 突破科技的界限 兩個數碼的虛擬人物 都可以產生愛情 而更加奇妙的是 在現實世界裏面會出現的矛盾 會出現的愛情的傷害 在虛擬世界裏面都會發生的 軒仔這首歌 就是將我們現實世界 由相戀到錯愛 到大家留下遺憾 留下情傷 這個過程 帶到虛擬世界 告訴我們 不要以為科技 就可以令一切變得完美 其實 人和人之間的感情 是非常之微妙的 當你傷害了一個人的時候 這個傷害 無論在現實或虛擬世界 都會存在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愛情故事 加入元宇宙的概念 令人覺得整件事 不是只有一個商業的部署 或者一個 gimmick 而是真的告訴大家 原來愛情是可以從很多方面去看的 如果大家留意到作曲人的地方 就會知道其實這首歌 軒仔是找來瑞典的音樂人合作的 加上很暫身的編曲 整首歌的感覺 真的很耳目一新 和我以前唱過的EDM 電視舞曲 或者R&B 或者Hip-Hop的歌曲 是完全不同的 歌曲的感覺是一種超越了宇宙 突破了科技界限 一種很迷幻 很夢幻的感覺 但裡面又加入了很真摯的感情 這種對比 令這首歌 產生了一種相影成趣的效果 聽起來非常之特別 大家聽過這首歌之後 你又有什麼感想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